侯继长的身体在这一刻僵硬了 露在官府外面的双手 难以自意地颤抖了起来 就像是楼外的寒风 带着一瞬间侵蚀了他的每一寸肌肤 其余的大理寺官员 先前只是被那个萧索的背影惊了惊 并没有认出那个人的身份 所以看着侯继长惨白的脸 不免觉得无比惊恶 他们顺着侯继长的目光再次望去 终于明白了侯继长的惊恐何在 一阵尴尬的沉闷之后 大理寺父亲皱了皱眉头 轻轻地拍了拍侯继长的肩膀 轻声安慰道 坐吧 侯继长神魂不宁地坐了下来 许久之后有些惭愧地叹息了一声 如果换在以前的任何时刻 这一桌子官员必然是要去那桌上 毕恭毕敬地向范贤行礼请安呢 然而如今的范贤不止没有了任何官职 便是那个一等公爵的身份 也被陛下一炉到底 成了地地道道的白身 只不过是个平民罢了 这一桌子大理寺官员都是贺宗伟的嫡系 明知道小范大人在栏杆的那边 自己这行人在栏杆的这边 走是自然不能走的 哪有官员让百姓的道理呢 哪有如今正在风头上的鹤派 却要让着一条落水狗走的道理呢 如今看着范贤的落魄样子 这些官员虽然不至于愚蠢地去讽刺什么 但想来心底里也会有暗自的喜悦之意 这些天大理寺审监察院的旧案 正在风光之时 想着此处又是京都繁华要地 陛下死死地捏着小范大人的七寸 只要自己这些人不主动去招惹对方 想来范贤也不会吃多了没事 来自取其辱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屏风一直没有上来 韭菜却先上来了 大理寺的官员们虽然有些不高兴 但在这样的场面下也不好吵嚷什么 丢了官员的脸面是小 真要和那边桌上沉默的三人 发生什么交流 也不是这些官员愿意看见的事情 今天一是欢迎侯大人入寺 从今日起 侯大人也是你我同僚一属 大理寺父亲笑着端起手中的酒杯 侯继长勉强地笑了笑 也将酒杯端了起来 但他的心思着实是相当的慌乱 因为他了解范贤这个年龄比自己还要小的门师 今天对方忽然出现在大理寺的对面 出现在新风馆中 难道就真的只是喜欢这个馆子里的包子吗 一念即此 他的手又颤抖了起来 眼角余光下意识地瞄了一眼 栏杆那边沉默的三人 他知道那个面对自己的胖子是谁 正是陈郡主的亲生兄长 有些天生愚痴的大宝 他暗自祈祷 小藩大人带着这位来 希望不是要来闹事的 大理寺父亲察觉到他的异样 有些不喜地皱了皱眉 自从前任父亲因为牵连进老秦家京都谋判事后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得顺风顺水 如今竟是连监察院也要看自己的脸色 他实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不错 人人都知道小藩大人厉害 可是难道他还能不讲理道来破口大骂吗 父亲大人很明显对于侯继长的表现不满意 瞥了一眼栏杆那边坐在范贤对面的那个胖子 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唇角微翘 释出了一丝鄙夷的笑容 眼眸里的嘲讽之意十足 范贤喜欢和他那个傻大舅一起玩 这是京都人都知道的事情 却也是官员们极为瞧不起的一件事情 虽然这位父亲大人没有 也不敢出言向那方讽刺 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展露了一切 第二件事便是欢迎郭大人终于从江南回来 重入督察院任左都御史 此言一出 席上顿时热闹起来 督察院左都御史可是一个相当要害的指示 那位姓郭的大人自尽的笑了笑 端起杯中水酒服敬一番 只是眼光落在栏杆那头的时候 就如同侯继长一般 脸色变得相当不自然 郭御史姓郭明征 正是当年在京都府里 要整治范贤的那位人物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 京都人只怕早已淡忘了这件事情 但郭征相信范贤不会忘记 自己也不会忘记 因为在江南内库一事中 郭征也是站在了范贤的对立面上 酒未过三旬 栏杆那头沉默的三人却已经先吃完了 范贤牵着大宝的手向楼梯处走去 藤子经沉默地跟在后面 三人要下楼 必将要经过官员们聚集的这一桌 不期然的 这一桌子上的官员同时安静了下来 带着一丝紧张 等待着那位小爷赶紧走掉 偏生范贤没有走 他人很自然地来到了这一桌的旁边 微笑着看着诸位官员 大理寺父亲一看石头不对 尴尬地笑着站了起来 拱手行礼道 原来是小范大人 下官 下官二字一出 他发现不对劲了 对方如今已是白身 自己身为堂堂大理寺父亲 怎么可能说出下官来呢 这位父亲大人论论住了嘴 将心一横 勉强笑着说道 要不要一起坐坐 范贤笑着摇了摇头 这时候侯继长早已惶恐地站了起来 低着头对范贤湿了一礼 冷汗浸透了他的后背 偏生范贤看也不看他一眼 就像他根本不存在一般 偏生就是这种无视 却让桌旁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次寒意 范贤没有看侯继长 他看着身边新任的左都御史大夫郭征 轻声说道 三年前我就很好奇 我把你流放到江南去 整得你日夜不安 后来京都叛乱事发 你明明是信仰的人 怎么陛下却没有处置你的旨意 后来我才想明白 原来你见势头不对 抛弃了我那位可怜的岳母 借着督察院里的那点旧情 抱住了贺宗伟这条大腿 范贤笑了起来 摇头叹息道 贺宗伟那次是三姓家奴 你这墙头草自然也学他学了个十足 如今的贺宗伟在朝中是何等样身份的大人物 范贤这般诛心的一句话出口 桌上所有的官员都坐不住了 豁然站起身来准备呵斥什么 我错了 贺宗伟不是三姓家奴 他服侍的几任主子都姓李 应该说的是李家忠犬才是 大理寺父亲终于忍不住了 含着脸说了几句什么 天生范贤却是四若未闻 只是冷冷地看着那个浑身颤抖的郭征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能调回京都出任左都御史一致 想必是在江南立了大功 我就在想 我在江南的那些下属的死 是不是和你有关呢 郭征将心一横 韩生说道 本官奉旨办事 莫非小范大人有何意见 很好 终于有些骨气了 这才是御史大夫应该有的样子 我知道你今天见经 所以我今天专程在这里等